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也欢迎美国各界人士来华访问、参会、交流 并且在签证等方面提供了应有的便利 但与之相反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却对中方的学者、学生、企业界人士和科技人员等 赴美采取了拒签、搁置签证申请 吊销赴美长期签证、盘查骚扰等措施 是谁在为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创造便利 是谁在为两国人员的往来设置障碍 让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在这里我们希望美方能够摒弃冷战和零和思维 正是基本事实 为两国的各界交往架设桥梁 而不是构筑高墙 去标证吗? 是的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